其实这反映了人类对无法控制的这种核战争的恐惧 就怕万一将来越打越大 看到四五年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之后 人类对核武器充满着恐惧 担忧这个东西 这在影视艺术作品里的反映 直接的表现手法就是 这种东西造成了动物的变异 那么日本的近邻韩国也有这样的片子 咱们不少朋友看过 叫汉江怪物 就说由于这个剧毒的甲醛倒到了汉江的江水里 结果江水里某一种鱼 吃了这甲醛 一下变异了 长出腿来 能到陆地上奔跑来 而且就是专门吃人 很可怕 所以这韩国这个片子也是反映了 这种剧毒的或者说剧辐射的 这种化学品和燃料 最终对生物变异的这种影响 那么当然这样的思路在好莱坞里边出现的几率是最多的 有的时候甚至把它引申到不光是这个核燃料 就其他方面 就是你对一些最先进科技的研究 如果你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界的规律和伦理 就容易遭到报应 你看那个深海筐沙 那博士说利用研究沙鱼的脑蛋白 然后让人类死亡的脑细胞 能变得活跃起来 结果这个实验使那大沙鱼呢 变得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强壮 最后差点把这个整个实验室的人都一网打尽 都让他给吃了 当然这个系列电影里头 关于这个核配料的那是最多的 其中有两部电影比较典型 一部叫八角怪 就说那个核配料让这个蜘蛛吃了 本来这么点小蜘蛛 一下子变成八角的那种大蜘蛛 很恐怖的 还有就是那种这个剧毒的蚊子 就特别巨大的毒蚊 那个电影里面就是小蚊子也是 它吸了这个核配料带来的水 结果这蚊子变成六尺那么大的 见人就吸血 直到把人除血吸干了为止 这都是微生物一下子突然间变大 那么当然也有最后说来说去 说到人类本身 李安导演当年拍一个绿巨人 绿巨人就这个题材 科学家布鲁斯 为了保护同伴 结果被这个噶马射线给辐射到了 结果他自己都不清楚 他身体的基因发生变化 到某个特定时刻就变成强壮无比 破坏力极强的绿巨人 所以你看这个电影 其实由原来的生物一直到人 它的路数是差不多的 就是某个生物被核辅射之后 短暂时间就发生很大变化 而这种变化都是变大变恐怖了 从微小的东西放大 变得特别有杀伤力 对周围的环境 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威慑 都是这个路 那么咱得说是 结合这个德黑兰 这个我认为是谣言这事 就说核辅射会不会使生物 一下子变得这么可怕呢 不注意